这个取鱼线的长度呢也是我有没有算 不够了大家再接 我先取上两米的鱼线 用这个大肚子 肚子越大 取的鱼线肯定越长 取上之后鱼线的两段对齐 用剪刀 点上鞋口 然后分开左右手 各拿鱼线的一段 咱们左右线是以左右手来区分 所以说左手边的线叫左线 右手边的线叫右线 这个老猴子的还是蛮有规律的 咱们开始 咱们开始做 这个老猴子成品是八里 是十里的 然后现在咱用八里的给它露一下 第一步 往右手边的线上穿上五颗色珠 就是说你做这个猴子什么颜色 你就把视频中的这个黄色 换为你要做的颜色 右线加上五颗色珠 一颗白珠 然后将两个鱼线对提 我们现在两端对提 然后 把这个拉到鱼线的正中间 然后这样放 让白的这头靠近右手边 然后拿右手边的这根线 回一下这个白色的 这里会形成一个圈圈 将左线呢 从这个圈圈里面这样掏出来 拉一下右线 让右线带着左线 把这个扣拉到 这样这不是这个扣吗 拉到这个白珠珠里头 然后两个手用在里 然后就把它这个拉减了 下一层就围绕这个六度线来做 第一步 右线加上四颗白色的 右线加上四颗白之后 右线在最后一个白上 回一下最后一个白 行进一个圈 然后将左线从这个圈里面 淘过来 这种方法就回线 然后再打扣 做好之后是这样发 制作过程中 线索在的这个珠子 靠近咱们内侧来发 一定要跟咱们视频中 就是说靠近内侧 咱们这一侧来发 不是说在这一侧 在内侧来发 然后这样区分 左线线就很容易了 不管看大家哪个视频 都是这样来区分的 然后第二步 左线向左过一颗 第二步 左过一 右线 加上三颗色珠 往下的没有特殊掌 都是在右线的 最后一颗珠珠上面回线 我就不重复了 第三步 左线向左过一颗 第三步 左过一 右线 加上三颗 下面一层呢 左线 下面一步 左线向左过一 左过一之后 然后拿左线 加上六颗色珠 一颗白珠 四 五 六 左线加上六色 一白之后 隔开这颗白珠 往回回穿 五颗色珠 也就是说 把最后一颗隔开 然后回穿中间这五颗 然后第一颗 不回穿 这里往下 给大家拉一下 隔开最后一颗白珠 回穿 填 中间这五颗 这里把它这个 拉到最底下 这样拉紧它 拉好之后 这边是左线嘛 然后还是这个左线 再直接加上一颗色珠 左线加上一颗色珠之后呢 左线从右往左 再过一下 那会过的这一颗珠子 这一颗 这样咱们自己 调一下这个 这样让它 到正中间啊 这样是把尾巴带出来了 然后第四步是 这会是右线 加上三颗色珠 第五步 左线向左过一颗 注意尾巴啊 第五步 左过一 右线 加上三颗 第六步 最后一步 左线过两颗 我这一颗 还有第一颗上面的 右线加上两颗色珠 然后下一步 然后下一层呢 下一层就是围绕表面的这些珠珠 桌上 做五珠圈 只不过也是需要换一下颜色 第一步 第一步 左过一 右线加上两颗色 两颗色珠 两颗白珠 第二步 左线向左 过两颗 右线加上一颗白 两颗色珠 然后三四五呢 都是左过二 右线加上三颗色珠 步骤是一样的哈 左过二 又加三颗色珠 第四步 走过二 右加三颗色珠 第五步 左过二 又加三颗色珠 第六步 左线向左 过三颗 底下两颗 还有侧面一颗 右线加上两颗色珠 下一层呢 围绕表面的这些珠珠 这是该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呢 该第四层呢 是做六个五珠圈 第一步 左线向左过一 右线加上两颗色 然后第二步 然后第二步 左过二 右线加上两颗白 然后 剩下的呢 全是这个色珠了 第三 三四五都是左过二 右加两颗色珠 第四步 左过二 左过二 右线加两颗 右线加两颗 最后一步 左线向左过三颗 左线向左过三颗 最后一步 左线向左过三颗 往下呢 往下呢 就是围绕这个 表面这六颗珠珠做脑袋了 脑袋的第一步 拿右线加上四颗色珠 又加四颗色珠 第二步 左线向左过一 这里注意啊 左过一 然后拿左线加上一颗色珠 右线呢 加上一颗色珠 两颗白珠 左加一色 右加一色 两白 然后在右线 最后一个白的上面打一下口 好 做好之后是这样 然后 右线 加上四颗白 什么 对 又加四颗白 第三小步 右线直接加上 左不动 又加四颗白 然后第五 这是第三小步了啊 第三小步 右线加四颗白 第四小步 左线过两颗 过哪两颗 过这一颗黄 还有这边这颗白 过上这个黄 过上这个黄 再过这一颗白 左过二 然后加上一颗色珠 加一颗珠珠的时候呢 左右线加都是一样的 因为最终都是要 这颗珠珠都是共用的 嗯 做好之后是这种效果 然后第五 然后第五步 然后第五步 左右 各过一 左线向左过一颗 右线向右过一颗 左过一色 右过一白 一定要注意 左右各过一 右线加上一颗白 两颗色 嗯 又加一颗白 两颗色珠 然后第六步 左过一 右线加上三颗色珠 第七步 到封口了 各过两颗 左过二 右线加上两颗色珠 然后脑袋的第二层 就围绕这一 这些粉末的来做 第一步 左过一 右线加上 这里大家稍等一下啊 OK啊 下面呢 咱们做下一层脑袋的第二层 第二层第一步 昨天向左过一 右线 右线我这里看成品吧 右线加上四颗色珠 这个猴子都做了很久 对这个样品 嗯 然后第二步 左过二 左线向左过两颗 嗯 右线加上两颗色珠 一颗色珠 然后 第三小步 左线向左过上两颗白 右线加上三颗白 右线加上三颗白之后 这里需要把这个眼睛给它卡住 然后拿右线 加上一颗黑眼睛之后 隔开后面这三颗 过几下这三颗 注意这个过线的时候 这个方向 这样 就回到原谅的位置 把眼睛给它卡到这里 第四步 还是左过二 嗯 眼神不好不好意思 左过二 右线加上三颗白 然后还是 不管大家拿哪个线加 其实都是一样的 只要是拿比较长的线 直到隔三过三回原尾就可以了 我还是拿右线加上三颗之后 隔开这三颗 过底下这三颗 过这个 这个 这个 卡在这里啊 然后 第五步 左过二 左过二又加三颗色 二 又先加上三颗色柱 第六步 第六步 左过三 又先加两颗 第五步 另外要不要放三颗色柱 先加上三颗色柱 再加上三颗色柱 然后再加黑色柱 再加上三颗色柱 如果大家记不清在哪里断的线呢 就先把新的鱼线从打扣的这个竹竹里面冲过来 这样就知道在哪里断线了 然后剩下这两个线呢 顺着珠子孔 大家随便过 往哪里绕都是可以的 但是有的线的时候 比如说做水晶呢 它可能孔没有那么大 所以说大家绕的时候 一般都要绕 绕的不碍事的地方 然后把这个旧的鱼线呢 等一下剪掉就可以了 然后调整一下新线的长度 然后下一场第一步 左过一 右线加上三颗 这一层呢 全是五柱圈 我做这个五柱圈的时候呢 会把这个耳朵给它带出来 然后第二步 左过二 右线 加上两颗颜色图 这里咱们注意一下啊 这里咱们把这个耳朵给扎上 做完第二步之后 拿左线 扎上三颗色珠 所以耳朵做的时候 大家照顾一下位置啊 昨天加上三颗色珠之后 它底下这里不是一个六柱圈吗 就是一颗白 五颗色珠 这个六柱圈 咱们过竖着的这一颗 然后再过这一颗 然后再过这一颗 现在是过了三颗 从下往上 先过这一颗 再过这一颗 再过这一颗 从下往上过啊 然后再过这颗 过这颗 然后左线再向前过上一颗白 左线再向前过上第一颗白 右线加上两颗色珠 第四步 左线向前过两颗 右线加上两颗色珠 第五步 第五步 左过二 右线加上两颗色珠 这里注意哈 然后拿左线还是 加上三颗色珠 左线加上三颗色珠之后 注意一下过哪一颗 底下这有一颗色珠 五颗 一颗白 五颗色珠 这个六珠圈 过这一颗 这一颗不过啊 就过正中间这一颗 跟白横着过来的这一颗 然后再过这儿 这边这一颗 然后再过这一颗 五颗呀 嗯 不对啊 这一颗呢 昨天加上三颗之后 就就说就过刚刚 做的这几颗 然后再过这边这两颗 这样 左线加上三颗之后过这一颗 然后过这一颗再过这一颗 中间这颗就不过了 然后任意一个线加上一个色珠 然后表面形成六颗珠珠 大家用鱼线把这六颗珠子收一下 收线的时候呢 哪个线收都是一样的啊 把这两个线绕到一块了 打死结就行了 剩下的鱼线 大家进行把这个结儿拉到嘴巴里头 然后长线就可以了 然后再去 一堆乱线 然后再去稍微一小截 五六十公分的就完全足够 比如说这里吧 这个嘴巴 就在这个这里五十圈上做它 这个嘴巴 过这一颗的嘴巴 这是蒸上边两颗 咱们过这一颗 反正就是围绕这五颗白来做啊 大家注意就知道了 就可以了 过上这一颗之后 这样放 这边是右线 第一步右线加上 三 加上两颗白 一颗红 然后第二步 左线向左过一颗 右线加上两颗红 嗯 又加两颗红 第三步 左线向左过一 右线加上两颗白 最后一步 左线过三颗白 过底下的两颗 还有第一步 第一个上面的这颗白 三颗 右线加上一颗黑色的 好 这里就完成了 把这表面的这四颗珠子 咱们瘦一下 下面呢 还有它这个四只 哦 可以了 咱们接着做这个桶 桶呢 就在这个这中间 这五个白 旁边这两颗 捕上来做 然后咱们从这个白的上面 跟它共用的这个白的上面 起线 起上之后 然后这样放 这边是左线 这边是右线 先做左边这个角 第一步 这就是围着这个 做上三颗四 一个五 然后上面加个圈 就好了 第一步 右线加上三颗色珠 这个鱼线 这个鱼线用八里的柱子的话 四五十公分就够了啊 第二步 左过一 右线加上两颗色珠 第三步 左线向左过一颗 右线加上两颗色珠 右线加上两颗色珠 然后第四步 左线向左过底下两颗 再过侧面一个 也就是左过三 左过三 然后任意一个线 加上一颗色珠 加上之后 这里就锁好了 然后拿任意一个线 就是右线吧 加上三颗色珠之后 从左往右 再过一下打破的这个珠珠 如果右线加就是从左往右 如果是左线就是从右往左 过一下之后 然后这样就把它上边这个 那个角质盖儿似的 这个东西加上来 然后把这四颗珠珠 咱们收一下线就可以了 我这里不给大家收吗 然后这边这个 这个也是你自己从哪里 哪里起头也是一样的哈 咱们从这边这个 跟这个白对应的这个珠珠吧 这样能导成右手 然后还是这样放 这边是右线 第一步 右手边的线 加上三颗色珠 第二步 左线 向左过一颗 右线 加上两颗 第三步 左线 向左过一颗 第三步 第三步 昨天向左过一颗 然后拿右线 加上两颗色珠 然后最后 左线 向左过三颗 任意一个 先加上一颗色珠 就可以了 然后拿比较长的 行 这个左线 比较长的 加上三 左加三颗之后 左线 从右往左 过一下 打扣的这个珠 然后把这三颗珠子 这四颗珠子 咱们大家自己收一下啊 我这不把 就是打结的 打结就可以了 然后做一下 它这个 这个四肢 这个中间 当然大家也可以 换成圆宝啊 取上线之后呢 从中间 这个中间这两颗白 还有过中间两颗白 还有旁边这两颗色珠 从对方过吧 也就是过这四颗珠子 过上之后呢 任意一个线 穿上四颗色珠 一 二 三 四 右手边呢 先穿上四颗色珠 加上一颗红 再加上四颗色珠 然后直接跟左线这样 打死结就可以了 在这边 打好结之后呢 咱们自己藏先 好 到此为止 这个猴子这算 看一扫啊 这算做好了 没有漏的地方 你要制作过程中呢 有什么不等的 再联系咱们的QQ 或者是咱们的外向哦 都可以啊 现在录制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可以啊 先给大家对比一下 这个 十的和八的成品 好 谢谢大家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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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